8月1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发了美国投资家慈善家乔治·索罗斯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习近平的独裁统治威胁着中国国家 文章说习近平是全世界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 而全体中国人都是他的受害者 习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他希望中国成为世界上的主导力量 习坚信中国共产党需要一个列宁主义政党 愿意用他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强加自己的意志 习认为这是必要的 为确保中国共产党足够强大 为实现他的目标 做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必要的 索罗斯说习近平意识到 他需要继续成为无可争议的统治者 才能完成他认为的人生使命 习正在进行一场有系统的运动 以消除和消灭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人 这场运动要摧毁下金蛋的鹅 习决定将财富的创造者置于一党制国家的统治之下 他为了在明年二十大上连论已经将自己变成了独裁者 索罗斯认为习近平是中国的统治者 而他的多个内部不能自强的矛盾 大大降低了他领导的邻居力和有效性 他的信仰和他的行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 他想让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公开宣誓和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冲突 他内部的这些自相矛盾 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冲突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显示出来 这一冲突的核心是中美两国所代表的截然相反的治理体系 美国代表着是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 美国政府的作用是保护个人的自由 索罗斯认为美中关系正在迅速的恶化 并可能导致战争 而习近平明确表示 他打算在未来十年内占领台湾 并相应增加中国的军事能力 索罗斯将习近平与邓小平进行了比较 他认为邓小平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 邓意识到西方要发达得多 中国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体系截然相反 邓小平希望中国在其中崛起 他的方法产生了奇迹 但是索罗斯认为 习近平不明白邓小平是如何取得成功的 理所当然的利用邓取得的成功 但却对邓怀有强烈的个人怨恨 毕生致力于消除邓小平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以上是索罗斯文章的主要内容 索罗斯是匈牙利益美国商人 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慈善家和金融投资家 索罗斯至今已经花费数十亿美元 支持全球人权和自由民主内的项目 索罗斯对中国和习近平的威胁观点 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发表 早在2019年1月 达沃斯论团的一个晚宴上 索罗斯就表示 一个前所未有的威胁 会威胁到开放社会的基本生存 专制政权与信息技术垄断的结合 将导致形成一个甚至连乔治奥威尔都无法想象的极权主义的监控网络 将对开放社会构成致命的威胁 索罗斯强调说 我重点在讲中国 在那里习近平要是一党制的国家 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 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专制国家 但却是最富有 最强大和技术上最发达的独裁政权 这使习近平成为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 应该说索罗斯两次炮轰习近平 尽管撤重点有所不同 但他的结论是一致的 那就是习近平已经成为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 如何看待习近平 他真的要否定邓小平重回毛泽东文革时代吗 我的看法是习近平并非要放弃改革开放 因为他的改革开放口号没少喊 并许诺改革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但为什么索罗斯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习近平是在否定改革开放呢 原因其实也不复杂 那就是习近平定义的改革开放 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根本不同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发展经济 党政分开 政企分开 保留适当的公民自由空间 淡化意识形态 而习近平的改革开放 是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下发展经济 做大做强 国有企业 保留民营企业 适当的生存空间 党政合一 政企合一 严控舆论 压缩公民自由 强化意识形态 我们也可以说 习近平的改革开放 是毛泽东极权主义和邓小平 实用主义的结合体 或者说 毛泽东的极权主义为体 邓小平的实用主义为用 习近平要融合 毛和盾 习近平认为 用毛泽东的极权主义 可以将中共官员和老百姓管起来 用邓小平的实用主义 可以让国家富起来 从而完成 中国能站起来 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民族复兴梦想 邓宇文先生指出 习的新思想 要论证的是 中共代理人民 已经找到了一条 使中国富强起来的道路 这是一条 不实行西方式 自由民主 而能实现民族复兴之路 他死于毛 而忠于习 对世界也具有推广价值 习是集毛和盾 于一体的毛盾混合体 毛是体 盾是用 他两者都想要 这就造成了自身的内在冲突 换而言之 习近平不是不要改革 但毛的体决定了改革的限度 即改革只能在毛的底色基础上进行 同时只能以他的行使方式推进 这不断使改革无法落地 也导致了体用冲突 使其政策和路线 以一种反改革的面貌出现 从他近期引起争议的自力更生 和国有与民引起地位的表态来看 都呈现出这种矛盾的状态 我认为在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道路上 有一个巨大的坑 那就是毛泽东的极权主义 又有一个巨大的山 那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习近平要从毛泽东的坑里爬出来 又要攀上邓小平的山 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工程 也是习近平无法预约的巨大障碍 他要么爬不出毛泽东的坑 要么从邓小平的山上跌下去 结果都是一样的 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 毛泽东执政27年 期间发动了无数次政治运动 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叫得天翻地覆 把中国人折腾得九死一生 什么镇压反革命 土改三反五反 世青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 毛泽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直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毛泽东所施行的极权主义 反传统反能性反法治反能权 他同列宁斯大林左翼极权主义和希特勒 纳粹右翼极权主义具有相同的本质 看看今天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和党领导一切的做法 与文革和其相似 以反腐败的名义 清除政治异己的做法 与斯大林的党内清洗又何等的相似 但习近平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现在是21世纪 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同时中国人已经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 明治已开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官僚体系 包括管理经济的体系 管理社会法律体系 用独裁的方式来运转 很困难 习近平要进行独裁统治 必须要对意识形态进行控制 对信息进行控制 并统一思想 但是面对一个不再封闭的中国社会 不再愚昧的知识分子 这个很难做到 极权主义是靠谎言和恐怖维持的 在开放的社会 谎言和恐怖难以生存 所以习近平居住地爬不出毛泽东的坑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邓小平的山 客观说习近平与邓小平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对邓和习二人来说 共产党这条船绝对不能翻 必须挽回民心 必须拯救党 尽管邓习二人救党的方式不一样 但目的相同 邓小平用的是改革开放 习近平用的是反腐 在对付挑战共产党的领导 镇压异见者方面 邓和习二人不分博作 但邓小平和习近平又有巨大的不同 邓小平为了救党 实行了有限的政治改革 如党政分开 废除终身制 集体领导 反对个人崇拜等等 习近平却在过去几年中 将这些改革举措 逐一废除 更为不同的是 邓小平反对个人崇拜 习却自封为党的核心 在对西方的关系上 邓表现出亲日 亲美和亲西方 习则在不同的场合 抨击西方的制度和普世价值 并毫不掩饰他 要走进世界舞台中央 出口中国模式的全球野心 从而激起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对抗 可以说今天整个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对峙 习近平的张狂 无知 盲横 以及对普世价值的憎恶 难辞其咎 邓小平40年改革开放 固然造就了权贵资本主义 贫富悬殊 司法不公 道德沦上 环境污染 但大部分中国人 富起来了 是事实 说毛泽东时代 人民站起来了 是谎言 因为人民一直贵着 习近平并非没有路可走 相反 有一条复合历史潮流的康庄大道 一直等着他走 那就是限制民主的道路 但这条路对习近平而言 无疑是艰难的 因为他需要放弃 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放弃权贵集团的特权 将权力还给人民 但这对于暴定打江山 持江山的习近平和红二代而言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 习近平重返极权主义的老路 显示了一个大国统治集团 知识水平是何等的老旧 对世界大师的把握 是多么的十字千里 对自己的自信 又是何等的盲目 对未来目标的设计 是何等的浩大喜功 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 又是何等的自私自利 索罗斯先生的观点 无疑是正确的 习近平就是当今世界 最危险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 就是毁灭世界的 邪恶病毒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非常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